歡迎詠萍哥 哈囉 哈囉 大家好 大家好 想問一下你 拜託 今年都拜託了 你們不要這樣 你們不要這樣 拜託 拜託 你們不要這樣 你們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你們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我們要有尊嚴 我們要有尊嚴 你們就拜託了 你們拜託 你們拜託了 承受不這樣 不要這樣 詠萍哥會發我們兩個嗎 這就是個好問題 是 其實像各位的藝人朋友 我們就跟Nikia合作過 對 雄獅旅遊 櫃了啦 櫃了啦 出現的時候 覺得你是幹嘛 而且子晨很認真 那個大道具 大安全帽都出現了 真的 是… 就是姊姊她那個很大的衣服 我帶了四顆去 超厲害 對 我穿高跟鞋然後帶那個跳舞 難怪可以接到40唱 對啊 值得 像那個大天 像他們經營公司 對我們的方案就有兩種 像大天主持已經這麼優了對不對 不敢… 但是他還有一個歌唱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的籌碼 比如說大天來 是不是要唱三首歌 連同主持 還是純唱歌 這價位就有不一樣 對不對 是吧 就這段時間基本上是有三種方案 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有主持方案 還有主持加模仿方案 主持加唱歌的方案 或者是模仿加唱歌的方案 一共四種 如果是全套這樣買下來 可不可以打折 全套 應該是會打折 應該是可以打折 現在開放打這個電話好不好 接住你的電話是不是 陳大天這種藝人很好用 對啊 多功能 對不對 OK的 所以其實嚴格來講 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往往在前段 你們可能不知道 你們接到案子來表演 我們前面好痛苦啊 客戶虐我千萬遍 我帶客戶如初戀 一再的提案 一再的修改 你們出現在我們的 PowerPoint提案裡面N遍 一下放小優 小優只會魔術 拉掉 一下放大天 她髮型好像不是那麼的 正式拉掉 最後換到 凱樂 我這個好喔 價格超過了 對 就往往會再這樣 周而復始 很痛苦 所以我們身為公關活動公司 辛苦是在這部分 所以請問一下 如果你們看到今年的尾牙 這些藝人出來 下面台下觀眾很冷清反應很 就是都沒有反應 你們下一年還在罰他嗎 真的喔 真的喔 而且在看的就是主桌那一桌 跟府委會那一桌 對 其實重點是其他桌可以冷漠 但是主桌你冷漠 那一桌 主桌 我們都在看 我們活動公司盯著就是這些 反應互動 對 主桌很重要 互動前方最重要 我們要說董事長很帥 是 就是把董事長就是讓他很開心 對 老闆 就一直講說他們很帥 講他們好話 對 中五之尊 有名哥你看那麼多 有沒有曾經是哪一個女藝人 真的就是服務那兩桌 還這樣下去 然後還在那邊又蹭又跳的這樣 這個直接跳到一個話題 女藝人對不對 妳一直想知道這件事 對… 其實我遇過一個男藝人 真的只管都過去找他拍照了 真的 但是反而生氣 然後事後罵我髒話 我講這個不知道今天可不可以播 可以播 但是這一位哥哥我是得公望重 是因為我們活動公司沒有顧及他 人氣高漲 應該派個保鏢在他旁邊 一堆人找他拍照拍到他瘋掉了 因為這個情況 我隔年就接不到這些公司的 尾牙了 因為情緒的關係 對方撫毀會不爽 對 所以這個是有這個事情 好 以後我們一出場就 對 大家來喝酒 所以友平哥這個時候 公關公司不能派人出來保護他們嗎 我覺得真的 像表演者一來滿多的 大家有時候是來不及處理 現場太混亂了 要請保全部隊 跟演唱會一樣 如果有大陣仗的藝人來 應該要這樣 會嗎 會請嗎 會請 如果是大陣仗 而且應該說唱片公司也會要求 對 也會這樣子 不過這喝酒的事情 有時候也滿歡樂的 像也遇過那種董事長喝醉 對… 多送了一百多萬 連特助都衝出來說 老闆 你不能跟老闆說你喝醉了 差不多這樣就夠了對不對 所以這是好事 但是也遇過台下喝醉了 員工跟小主管吵起來 像這種情況我們就是看就夠了 因為其實同仁會去拉開 是不是 反而我們不能控制 不過在座有沒有遇過 你們在台上主持的時候 他們公司就派了一位 有… 所以就很難控制了 因為他不是藝人表演藝人 對 我們公公司也認為他是客戶其中之一 對 所以有一次就有一個男的主持人 搭配我們女主持人 她喝醉了 最後太開心喝太多了 直接指名道姓 對著主桌 那個禿頭總經理是不是要多捐一點 大忌耶 我跟你講 而且還真的禿得滿亮的 所以我們馬上就看到 這太嚴重了 對啊 大忌 我知道他有沒有留在這公司 對 喝醉了 因為有時候為了要省錢 就會派就是不是藝人的人 當主持人 對 是… 對…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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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